再跟飯拌在一起快吃 喔好好吃喔 看起來很像PoeyGos很好吃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楊斯Ricky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的就是我們的 便當爹 因為上班主呢 其實呢 在吃東西上呢 你跟他說家每天要備餐 其實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呢 便當店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今天呢 我們選的是我們的 梁瑟漢排骨店 他2018年才開店 那2019年就被品賤入選為兩岸十大便店 就是他開店 那後來開分店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所以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那個梁瑟漢排骨飯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開箱 梁瑟漢排骨飯的便當店 今天呢 我們一共買了六個品項 那全部呢 都會是飯 沒有麵 那我們的主菜呢 有一些比如說重疊 像是炸排骨跟滷排骨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我們就不重複了 那基本上所有品項呢 我們都有選 如果沒有選到就代表說 缺貨 或者賣完 或者是已經不賣了 那我們就來準備開箱 到底哪些是推薦 哪些是不推薦 第一款 炸紅燒肉便當 你可以看得到呢 它的菜色呢 它是有非常多的小菜 它有青江菜 高麗菜 再來是香菇 這三種是蔬菜 再來是玉米跟冬粉 這個呢 屬於澱粉類 然後各位不要忘記了 那再來還有一個小菜呢 可能就是它的酸菜 那這幾個組合起來就是它的這個小菜了 那這個紅燒肉呢 很特別 就會特別講一下 紅燒肉呢 其實是用紅燒醬去醃製的 它是由米呢 跟紅麴菌呢 去發酵製成的 而紅麴呢 它對我們人體的好處呢 是 它可以改善我們的血脂肪 還有血糖 都有相對的 有一點點的幫助 可是呢 你說只吃這個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好處嗎 可能呢 還有一點點 差的太遠了 因為呢 那個劑量要有一定的程度 所以真的想要有紅麴的好處 可能直接吃保健食品 是一個比較快的選擇 不要想說我要來吃這個紅燒肉的醬血脂 你可能呢 會越吃越多 因為本身呢 紅燒肉呢 它是使用五花肉去醃製而成的 而五花肉呢 本身的油花呢 也比較多 而且呢 它不僅僅是用紅燒醬去醃製 還有加砂糖啊 調料啊 還有米酒啊 等等的 所以它熱量呢 相對講 欸 又up up 氣啊 它是那種比較甜的醬香 你在聞的時候可以聞得出來 它的肥肉跟瘦肉的這個比例呢 是剛剛好的 所以你吃下去呢 不油不膩 而且呢 非常的順口 它吃完的那個肉呢 它吃起來像那種炸鍋的肉香 脆脆好吃好吃的 然後很有嚼勁 肉不會死硬 它們高麗菜煮得很好 它的菜呢 會跟油呢 是整個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吃下去 會吃到高麗菜的香 而且它的甜味是來自於高麗菜 它的香菇是有滷過的 它不是一般的就是蒸熟 或者是煮熟而已 就是它們家的飯吃起來 特別的香 特別的好吃 好吃嗎? 對 它不像一般的就是白飯而已嘛 這道菜呢 如果你要僅僅能不能吃 答案是呢 這是不配件的 如果你要僅僅的話 這道菜是不能吃的 原因來自於這個紅燥肉呢 它的肉呢 是屬於五花肉 再加上它還把它拿去炸過 這是為什麼我們主要不推薦它的主要原因 那說好吃指數呢 我覺得呢 它要到3.5顆星 第二款 炸雞腿便當 幾乎每一家便當店呢 它的主菜好不好吃 就看它的炸雞腿 真正的炸雞腿要好吃呢 是那個皮呢 不能夠過火 你都是在吃炸皮 你完全吃不到雞腿的香氣 它們家的炸雞腿 是不是真的是好吃的 那你說熱量高不高 一定很高 那是整隻拿去炸了 那你說 遇到這麼好吃又想吃 怎麼折衷呢 只能去一點炸皮來去吃它而已 因為不要想說 我吃掉 我把炸皮全部去掉 那這樣 吃不就跟一般的雞腿那個 熱量很低的啊 沒有 畢竟呢 它整隻都被油份了 是可以炸熟的 所以它很多油脂都會吃進去 我跟你講 它的雞皮呢 炸的程度是剛剛好的 不敢吃雞皮的 都敢吃 它是硬裡面呢 然後再把它點柔化的感覺 然後跟肉呢 整隻融在一起了 欸 很好吃 味道非常的好 滿滿的雞油香 固滿的口腔湯 新疆菜普通 就是一般的水煮過的 感覺沒有特別用油炒過 所以它沒有特別的香 它們在玉米炒紅蘿蔔 玉米呢 把紅蘿蔔的香甜帶出來 所以你吃到的玉米 紅蘿蔔 跟飯拌在一起吃 是絕配 像我在吃這個冰箱 吃到最後就是會把 它的冬粉啊 飯 還有榨菜 跟這個玉米拌在一塊 然後變成像是一個 小炒飯的感覺 它吃起來就是另外一個滋味 這款炸雞腿麵當呢 不用想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不推薦的菜色 畢竟我們要去吃麵當呢 有看到炸物 基本上就是不能夠點 像我們看說炸物來講 它已經是炸了這點已經不行 那你說雞腿本身可不可以 雞腿本身是可以的 那所以這個呢 是我們的不推薦的麵當 但是呢 好吃指數是 五顆星 想吃的人呢 有機會 有熱量 可以去吃 第三個 炸排骨便當 今天呢 我們為了拍這支影片呢 我們解開了這個 世紀之謎 到底炸排骨是先炸再滷 還是先滷再炸 這個問題呢 我們打過去 梁生安官方問了一下 簡單來說呢 所有的便當店的排骨 基本上 它們就是 先炸再滷 那梁生安呢 分了兩種 一個是炸排骨 一個是滷排骨 就是炸過再滷 而我們的這個炸排骨呢 是先煙再炸 很多人會認為說 哇 那個排骨看起來沒有像炸雞腿 好像那個有炸的感覺 NO 它們都是先炸再滷的 好不好 所以看起來吃起來軟嫩的樣子 不代表中間沒有炸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們自助餐的 不推薦的配菜的影片 我們很清楚的講完這整個概念 所以其實很多蔬菜跟我們的主菜 都要去注意到 它們的排骨算是厚 然後它吃起來那個醃料非常的好吃 有一點點的胡椒香 然後那個醬香味十足 吃起來那炸排骨呢 它是外酥內軟的 它並不會因為它是炸過 而導致它裡面的肉呢 是又乾又彩 不好吃的 所以假設我們去便當店 要去吃排骨飯的話 要知道 你絕對就是在吃一個 不推薦的食物 因為本身炸排骨 或者是滷排骨 它們幾乎都一定要炸過 如果以論食材來講 像這種排骨這個部分 它是使用豬肉的這個豬大排的部分 那也是有些是豬裡雞肉 那這個呢整個整體來講呢 炸排骨便當就是 我們的不推薦系列 但是好吃只是 真的很好吃 五顆星 請各位給我留言一下 你有沒有吃過哪一家的排骨便當 也是很厲害的 來留言一下 第四個 玫瑰由雞腿便當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一道便當了 它就是那種滷的雞腿肉 而且滷的是那種 肉呢 你直接用筷子這樣子 拔一下 就可以把它給分離了 它就可以把它做到骨肉分離 然後如果呢 你有心一點點 我們就會把那個 雞腿肉全部給剝下來 像手勢劑一樣 再跟飯拌在一起筷子 哇好好吃喔 看起來很像 那整個雞腿本身呢 像我們剛剛講到 雞腿本身呢 屬於 中脂肉類 所以中脂肉呢 其實是 兼子期間也可以吃的 而且它是 鹵的 還要讓很大運 他們的菜呢 比較不油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兼子期間 吃他們家的這個便當 我覺得是非常的舒服 它雞腿不會過油 不會過鹹 然後整體的味道呢 是很香 然後它的雞肉呢 是軟嫩的 基本上呢 你只要一滑 它就可以滑開 它是可以讓你吃到 骨肉分離的程度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家雞腿 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兼子也能吃 其實這種一般的便當的菜色呢 你也可以吃那家學對 你要的料 你要知道說你吃進去的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便當呢 你可能想要把它變成 是你的鹼糖的一個搭配 那我們呢 可能就把白飯少掉一半 然後我們就要加點 它的皮蛋嫩豆腐 這樣就把蛋白質給補上去了 而且呢 又補上動物性跟植物性蛋白質 整個就更健康一點 因為我們都知道呢 鹼脂呢 最重要是達到我們的 肉量赤脂 肉量赤脂之後呢 我們再去分配我們的 營養素 那營養素怎麼分配 你還依照你的飲食的習慣 你才會知道說 我喜歡吃肉 還是你喜歡吃飯 依照你這些程度 去分配你的三大營養素 再把它分配到 我們的食物六大類當中 這樣出來規劃的這個菜單呢 才會符合你的這個日常所需 那如果整個都聽不懂這個概念 沒有關係 可以參加我們底下的這個線上講座 就是我們的高效卵子計畫 裡面有很清楚的告訴你 減脂最重要的邏輯是什麼 運動後搭配要怎麼吃皮球適合 以及如何怎麼吃得多 還可以變瘦 就在一個小時的講座當中 點擊點寫 趕快報名吧 這個油雞腿便當呢 我們是屬於 推薦的很好吃 好吃指數真的五顆星 去嘗試看看 如果吃過很多的那種乳雞腿啊 覺得讓你很失望 吃完他們家 保證你會愛上它 第五個 香乳五花肉便當 六塊肉啦 每一塊肉這個大小 我們只看食材本身來看 它本身就是不適合堅持可以吃的 烹調方式它是用乳的 欸那當然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吃進去呢 有個很深的肝胃 會從裡面會環繞出來 它的那個乳包呢 味道非常的夠 那個藥材味很香 讓你整個肉呢 非常的好吃 可是我覺得它的肉有點硬 它不是那種 會綿綿化掉的瘦肉 想說你看今天尖子要可以吃 怎麼吃 一層油去掉 一層油去掉 到最後的肉有沒有 剩多少來看一下 剛剛那筷子剩這樣 所以不是的 尖子還要把它拿掉 你要點這道菜 你就不要想說尖子可以吃 好不好 這個尖子真的不太適合吃啊 那它的好吃之數呢 大約是3.5顆星 第六款 椒麻雞便當 分量看起來是比較扎實 比較多的 因為剛剛有問過 楊塞他們的這個店家 他們說這個的做法有點像是 它除了加這個太白粉 還會再加速度粉 所以它皮還會比較厚 比較大塊 這是它的一個特色 那醬呢 原本就已經淋在這個 雞排的這個表面了 所以有些人如果不喜歡那個皮 會絲絲軟軟的 被那個醬給泡爛 可能看可不可以跟店家講 如果真的沒辦法 你就是只能這樣吃 哦 那是炸皮 這個炸皮吃起來 是很廉價的炸皮 沒有膠滿的味道 它就像炸的雞排 它炸的不好吃 然後皮的感覺是用 用挫粉去裹 基本上這款椒麻雞呢 我們是不推薦的 它的好吃指數 大概只有一顆星左右而已吧 這麼低 真的不好吃 吃這個你會覺得很生氣 會覺得 我到底在吃什麼 吃了一個寂寞你知道嗎 都是在吃皮 你感覺在咬麵粉 不是在咬炸皮 如果你去便當店 然後你花了比較貴的錢 結果買到這個椒麻雞回來 你一定會很生氣 既沒椒麻味 皮又厚 那樣肉的也沒有到非常的軟嫩 真的會生氣 那我們呢 為前面的這個便當呢 做個簡單的總結 第一個 任何便當店的排骨 都要特別的注意 很多的菜色呢 如果你不知道它是怎麼做的話呢 你不能單看它表面上 它是不是炸過有沒有炸皮 來去評斷說它有沒有被炸過 所以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排骨 基本上都會先炸 再入包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要先知道說我們的每道配菜中 哪些是蔬菜 哪些是澱粉 如果這個呢 還不清楚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右上角的影片 我們要拍一集說 哪些澱粉很容易被誤會成蔬菜 那你看看你就會比較清楚了 第三個 如果呢今天你想要做減糖的話呢 去吃我們的便當店呢 很簡單的方法 直接白飯量給它去拌 好 那接下來呢你要知道說 你的配菜當中 哪些是澱粉類的 當你要做減糖的時候 你就要把那些量 都算進去 那如果吃不飽怎麼辦 可以點它的小配菜 盡量點蛋白之類的 你可以點一顆乳蛋 或者甚至是呢 有些比較好的 它可能有像是豆干 或者是那個 皮嫩豆腐 這些都是讓你的自助餐當中 或者 你的吃便當 可以比較容易吃得飽 甚至呢 兼職期間不會覺得太痛苦的一個點法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系列的影片呢 大家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這樣的影片你很喜歡 也可以推薦給我們呢 有沒有什麼老字號的便當店 或者老字號的一個店家 讓我們來去開箱給各位 因為如果有連鎖 會更好 因為我們可以開這個 大家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它們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